今天呢 因为我们在南加大上学 我觉得是很有必要聊一下 就是南加大的一些学生日常吧 然后我觉得今天的可能也是我想记录一些 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一些稍微可能沉重一点的 一些可能危险性的东西 因为其实南加大呢 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安全的一个区域 就比方说你从哪一些路以后就尽量就不要去了 我们现在过去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地方大概是什么样子 包括我们在那边会吃一次中饭 聊一下我的一些过去的经历 所以其实你明显的能看到了就是这一块 因为其实在这么的一个地方有像南加大这么的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学校 就是这个反差比较大 新生过来他们会觉得会有点奇怪 对 其实这一块这一带的话警察和安保人员其实是非常多的 对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也没有我们说的这么吓人 但是这还是要注意 但还是要注意 因为我觉得生命啊生命都握在你的手上 所以你永远还是要依靠自己 等会慢慢慢慢慢慢继续再往西走 就会看到一些变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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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这个牛肉是吗 对 我点了一个鸡肉 我刚才大一的时候就是有点晚上感觉我已经十二点了已经 然后我当时很饿我就是准备去买点吃你知道吗 全是上海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喜欢就是街头服饰 就穿的可能全部都是鲨鱼卫衣四个人 年龄比我可能还小就是十六十七岁吧 然后呢就是有两个巨高 然后有两个就差不多我的身高 然后呢就是突然就走过来 然后呢直接这儿一晾 晾家伙 真的就是晾家伙 然后跟我说就是我很喜欢你的卫衣 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然后把我裤子扒了衣服扒了 然后当时就穿了一T恤和内裤就走回去 我真的 但确实当时很害怕 就是肯定 假如很晚上我饿的话 我开车我去一些drive through 这次的话真的真的注意 你就没事就就待在校园上就行了 真的就是说实话 就今天我们拍这个 我们想给大家看到这个 之后我会建议就是还是不要就是不要来这 千万不要不用来这参观或者说 以后只要太阳太阳落山以后 一切就开始会不一样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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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不过学你知道这种地方我还真的 我还真的说一下 就这种地方他们有很多特别好吃的这些餐厅 就是 在一个安全的时间点来吃白天的时候 哇这真的还挺好吃的 好吃 嗯 嗯 然后等会我们也在这个区域里面稍微看一会车 看一下他们这儿是有什么样的 哇这个真的跟校园附近比就是就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对啊你自己看啊 嗯 我说实话就是我刚刚下车挺吓人的 就是我跟你说你真的就是心里还是会就是崩着 对会崩着我跟你说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吓人 经常还是会崩着的 你看我们刚刚其实往USC在往西开 小森主那你往东开的话你就会到Skid Row这一块 Skid Row这边最大的不同 就是其实Skid Row这边是很多人都是无家可归的 他们就会在大街上搭一个帐篷 然后就住街里 对 你看其实这儿离 洛杉矶市中心其实并不远 你看 两条腰位就在那边 就是你不会在北京或者上海就见到像这样子一幕你知道吗 对 我们现在白天所以还好如果是晚上的话我们 反正我绝对不会在这一条路上走的 对 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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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有趣的 我没有 有趣的 我主持人 我流通过 你 人 对 你 我 有趣的 好 我 在结束他会祝福你 直到, 绝对 绝对 好, 你们听到Kobe吗? 我听到Kobe, 我听到Kobe 好, 绝对, 绝对 你也要跟我说 绝对 好, 绝对 绝对 他刚刚就说 其实他虽然知道他现在的处境不好 但是他想一直做善事 他说做好的事情一定会有好的回报 所以其实虽然晚上在这儿我不建议来这一块 但是其实这儿的很多人其实不是说 都不是坏人, 都是好人 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好人的 能帮助他就帮助他一点 Los Angeles 其实就是City of Angels 它是天使之城 但是其实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阳光的 好多朋友原来加持着 给他们的教育都是说 希望要好好学习 能够走出这一块 你们知道吗? 虽然这些地方我们都在说尽量不要来 但是在这儿的人我觉得也要理解 因为他们出入 就是在贫民窟 他们也在 我也知道个别有很努力在得到良好的教育 在努力地拼打 当然我们自己我们注意安全的部分 是要这么做 但是我觉得要去鼓励这样的人 然后不因为这个人 因为来自于贫民窟 或来源于这个地方 你就给他有一个有色眼镜 都在这儿都在向课上 我们才非常深信的看法 我们就什么创伤 多多的美丽 都在这儿都在这里 它是有色录就是 但是这儿都在互相 其中个人 你是 我